大家好,我今天在這裡要拍我新歌《望遠鏡》的MV 大家看我一身的造型都很行政 而且這個頭絕對是經歷得起時代的考驗 因為我們想整首歌雖然是講一些例子的東西 但是曲風上我們和MV帶給別人的感覺 都是輕鬆一點、趣一點的一件事 透過一個打工仔的一些經歷 一些身邊的同事 或者她自己受到一個廁所眼傘的一些影響 令她有一些正面的臨法 原來內性是一種憧憬 嘩,今天很精彩 因為今天《人才仔仔仔》我們為甚麼呢? 就是拍《騷擾光》的顯微鏡 是顯微鏡啊 望遠鏡 唉,不好意思 是因為望遠鏡的關係 所以我們《人才仔仔仔》就在這裡 其實,講到交流 我和《騷擾光》其實認識她很多年了 那什麼火花還沒拆得著呢? 她還沒找我做MV而已 跟你說 今次是我獻出第一次給她的 我從來沒拍過MV 除了有我美貌與著的並眾 走開Elegant的盧永宜之外 今天還有我們的身旁的帥哥 請問正啊 吃個開吧 是 很難答 還有我近來的媽仔 今天你來做甚麼呢? 來幫忙拍攝 這個 望遠鏡 的 角色 那角色是不是做了事呢? 就是搗亂 搗亂嗎? 平時你是不是這樣的? 平時 偶然 一時時 那媽仔呢? 都是參與搗亂的角色 我看你平日 思思文文 想不到他們是這樣的年 那伯呢? 我是做老闆的 就是負責罵人 說粗口就會把他吞掉 其實望遠鏡這首歌 是我作曲 龍西傑填詞 其實它的意義就是想說 希望大家 都可以 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些難關 一些障礙 可以望遠一點點 無論你現在經歷的多少困難 對你將來都是一些美好的回憶 還有是有助於你的發展 我相信很快大家都可以聽到 我的新歌望遠鏡 和看到他的MV 希望大家聽首歌 和看MV的同時 都可以鼓舞到你們